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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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興的時間 我們不要只得自己說了 有時就不要說到香港好像個悲情城市一樣 雖然很多人被賣去這個KK園區 這個就是講了給大家聽 你選擇移民目的地的時候 或者居住地 這個李嘉誠先生都說投資在有法治的地方 當你選擇一個地方去發展 是關切到大家切身的那個未來 豈能而稀呢 是不是 葉劉淑儀那些 而稀太后說不行的 如果讓你選擇大灣區 以及英國 那我就問大家了 大灣區的優勝之處是什麼呢 近香港咯 我們都要數的 那些樓又沒有香港那麼貴 跟英國差不多嗎 不是喔 比英國便宜一點的 那些爛樓等你買 還有大家可以經常吃那些一滴香 是只有這些的 還有你要留意 當你居住大灣區的時候 你要交五保一金的 所以根本就無可比性可言 當你移民選擇地方的時候 尤其是BNO Visa的申請 都只不過區區幾萬元 那當然啦 就是例如陳志新 不是 是陳志新 有朋友教導一下是個新字來的 陳志新那些 就可能會覺得大灣區 才是適合他的 就是開拍劇集 各樣可能想去大灣區發展 就多過在香港 又或者甚至乎英國 你不知道的嘛 當你覺得無可比性的時候 有些人始終呢 就覺得14億人的市場可靠一些 14億就是紅七公的市場 沒有畫 你回去內地開劇拍的時候 都未上畫 已經有DVD賣了 你喜歡玩我睡了 那些人都未睡醒 那說回我們今天的主角先 哇 今天完全幫他宣傳 有時當然的啦 不要全部講完英國的好 那我們又看看 這個亡國興有些什麼說的 你們移民走了 誰參加工聯會的字畫班 還有做勞作啊 這個人在工聯會那裡開辦這些啊 話說東方日報啊 都有請他寫東西的 那王國興呢 在這個不平則名的專欄那裡 不過其實他很失落的 因為無論比卡超呢 的朝代來講 他怎樣去捧他 就踩一下貪魔 人家騷都不騷他 那看看他有沒有機會入到紅隊啦 如果有的話呢 都叫做 聞到棺材香之前 一個壯舉 但是最好玩的就是呢 可能一入這個紅隊之後呢 興奮過度啊 之後馬上風而亡 不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呢 配偶可能是龍潭餵豬女士的 他喜歡吃午餐肉啊嘛 午餐肉用什麼做呢 mince pig pork chop 好啦 mince pig整隻豬扔下去了 政府統計署 那王國興專欄來了 政府統計署公佈啊 2022年中期人口數據呢 就顯示總之走了十幾萬人啦 之前都說過不說啦 其實接近20萬的啦 19萬了嘛 還要計算有些人不斷入境的啊 於是乎啊 政府發言人呢回答傳媒的質問 問為什麼人口減少的時候呢 嘿 你竟然不敢理直氣壯的反駁 只是說什麼疫情 這樣的時候啊 啊 你就被人有位置入咯 疫情過後是會好轉 那萬一不好轉那怎麼辦啊 你要care啊 是不是 啊 即是王國興是這麼想啊 他沒有寫出來 是不是 啊 不可以的嘛 在專欄寫這麼粗皮的東西 你猜 王國興這隻衣冠禽獸啊 啊 不用維持回自己的臉面的嗎 不行的嘛 都還要扮一下少少紳士風度的 好啦 所以王國興 給這個發言人的 建議就是 你應該直接了當 這樣去指出 這個是黑暴後遺症 啊 OK 很多年了喔 還有的嗎 後遺症是喔 後遺症很久的嘛 還有 長期的愛國主義失敗教育 所致的 就是說你不夠愛國 那個教育體系不行 咦 那就是要加強一點了 指著他 愛國主義教育失敗 不過呢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社會 要走的人 無謂強留 咦 這裏我欣賞他 至少是不是 有那種 豪骨 扯啊 不喜歡就是扯啊 龍潭為豬女士那些 飯槌那些 啊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流賭不流人嘛 不喜歡就是扯啊 啊 好厲害的啊 人酒茶梁振英都沒有他們那麼兇啊 最多只是說 誒你們移居的而已 有時候就跟你分享一下BBC新聞那樣 亡國的啦他 通脹那麼厲害 啊 扔完一隻陳志生出來 亡國興是這麼說的 何況低稅率 又不需要去幫兵啊 啊 又不需要交這個 軍費 咦 國安大公那些費用哪裡來的啊 那些不算的 哦 那萬一弟子要徵收 那大家怎樣啊 哼 自有巨大的吸引力地說 那無可否認的一點就是呢 香港的而且確是低稅率的 KK園區都低稅率的 大家知不知啊 不用交稅的 要交贖金而已嘛 亡國興這裏肯定了一件事的 啊他就說毫無疑問 人口的大幅減少呢 就不是兩年的疫情所致 很多都是生活的問題 不是單值可以解決 哇他在那揭示國家的弊柄 他說頭四波本身受得幾好的 直到第五波才出差錯 於是乎中招人數過百萬 有這麼多的我都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重點宣傳過 今晚人就逆末 哇這件都算是香港史人史得最多的一年 事實就說明了 移民增加絕非因為疫情 難道歐美等國家 他們那些重災區來的嘛 那又怎會反而吸引到人家 而去避疫才行呢 你說疫情說不通的嘛 哎他有邏輯的哦 我一老早都很強調這一點的了 疫情外國沒有嗎 你特別強一點嗎 變成了疫埠啊 哇大佬 你弄勞作還弄勞作啊 不要找一把剪刀刺爆人的氣球才行 這裡亡國興是這麼分析的 近年香港人口減少不外乎兩大原因 第一政治原因哦 他就說世紀的黑暴 哦還有得說 很多呢 就是顛覆失敗 所以就移民愛國 而有些呢 哦 林鄭講的那些 移民的都是逃犯 啊他說是東窗事發 怕刑事檢控 然後離開的 所以對這兩類是應予以歡迎 那就是不是這兩類那些呢 天空的藍那些呢 那就是不歡迎的了哦 喂我贊同啊 金回 我當然是贊同亡國興所講啦 如果不是屬於這兩類的 你就禁止他移出香港 不歡迎的嘛 不歡迎就請出展護衛 個弟弟展護照啦 那但是這裡一再強調啊 哈這兩類人 冥狗外移對香港是好事 不是壞事 可以為流港者 提供更多的學位 啊有有人讀過的這些書 OK 是啊 真的啊 你猜不到啊 就是好像 上一回訪問那個不同學而已 我覺得呢 大學呢 加入這個國安教育過程呢 是一件好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心那句啊 至少說了是好事先 但是就不要過量咯 怎麼會啊 好事為什麼不要過量呢 應該說多些是吧 Anyway 還有提供更多的升遷機會 另一方面他說呢 是經濟的原因啊 地價貴 哦 劏房那些是吧 那天東方大旗手 就揭露了咯 哇 公客一劏四十哦 平均居住 赤數 就只不過是 東京那些棺材屋啊 還有租金高 利潤不多 哈 最近那幫買淘寶貨的 先說 握秤哦 即是你香港那些商家佬啊 謀取暴利啊 什麼港女在那裡慎啊 我見到那個單 跟著創業艱難 這個當然是啦 但是都是在說以前而已哦 現在那些不是創業艱難啊 創業何其容易 不過會倒閉而已嘛 你開一間東西出來 給那些五九九支你炭 你不死啊 總之在共產黨治下的地方 包括香港的啊 是不適宜做生意的 為什麼啊 你打工你就知道了 至少老闆吃 有時候有些東西是不是 但是對大家來講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來的啊 因為打工那些都被他玩謝 老闆寧願請少些人啊 年輕的就找不到工作 而亡國興 他是肯定中央的支持 他就說若非中央政府全面支持啊 有什麼支持過啊 有沒有幾滴水滴下來啊 令到經濟民生保持穩定 那就是如果我們認為不是很穩定的話 那蠻光它就可以了哦 投資創富吸引力呢 沒有中央底下就會削弱 那就是沒有外資又可以蠻中央的了哦 就是亡國興是不是要掌嘴啊 Anyway 亡國興拍胸口保證 有舍自然香 哪怕無人來 所以呢 他寄予這個比卡超一句的 他們 啊 要有更多的自信 要有底氣 那宏官 這麼多個官員來講 大家覺得誰最有底氣啊 我覺得呢 就只有儀器太后最有底氣啊 他真是不怕的哦 早前才銷售完大灣區的樓 跟著還厚顏無恥批評人家的選舉制度說不是直選 他是最沒有資格說這件事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2019年的區選啊 我們經常說天滅中共全黨史清江 但是呢 他全黨呢 就沒清光的 只有他一個 哇 這件事記憶猶生哦 但是 大家都知道啦 共產黨治下 就只有小人可以把持朝政的 就等於炒了個劉剛華啦 不要他啦 大家都投走了他啦 結果請回他做民政事務局局長哦 政治酬庸 莫此為甚啊 不過我都明白的 他這些1970代工聯會走出來的那些老左 我不是說他老左啊 我是說已經是老屁股 而且是左派裏面的一些無能的人士 他沒什麼會做的大佬 望見現在那幫港官啊 真是哦 全部都不懂 好像他這樣逢迎拍馬屁 那他當然是生氣的啦 最生氣的是什麼啊 他這些這麼有底氣 這麼有自信 拍心口保證有舍自然香 合了豬平口味的 反而沒得做官啊 所以東方大騎手當然就留個位給他 每天在那炮打司令部啦 未嘗不是一件美事 主比卡超了哦 人家叫你自信一點啊 We and us 不如嘗試一下寫文言文啦 如果中文不行 是不是 用文言文講話出來 反正人家都不明白的了 至少文言文嗨卡士一點嘛 知乎這也他媽媽的爸爸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